他们招演员的时候说 你能不能够给唱个歌 跳个舞什么的 我说不会 我说我会用英语朗诵 那个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 我说我真的拍过电影 我说我得过最佳女主角 你笑死了 说你开玩笑 本期可凡清廷 走进陈冲的精彩人生 对于90后 00后年轻一代来说 陈冲或许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事实上 她曾是一代人的荧幕女神 也是改革开放后 中国最早进军好莱坞 并获得成功的女演员之一 1976年 刚刚15岁的陈冲 被谢敬导演相中 主演了第一部电影 懵懵懂懂地 开启了她的荧幕生涯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 那个时候 进入上一场的大门 去拍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而那个年代 我们看过的电影 真是少之又少 对 看过的电影特别少 我记得在进上映之前 我可能看过一个春苗吧 那个年代 李秀明演的 对 李秀明演的春苗 还有一个叫 闪闪的红星 还有一些就是更老的了 对电影的印象 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 就觉得电影就是 也去过几次电影院 有时候在院子里是放在 被单上的那样的一个东西 也挺喜欢 但是没什么太大的 强烈的感觉 那么当时他们上一场 找演员的时候 因为我并不是一个 文体干将 在学校里有专门跳舞的 唱歌的那个 我都不是 我在学校设计队的 那么他们招演员的时候说 你能不能够给唱个歌 跳个舞什么的 我说我不会 我不会 然后他说 那你会什么呢 我说我会用英语朗诵 那个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 那时候是无线电里 已经在教英语了 我可以把整篇背出来 然后我就背给他们听了 他们也一个字听不懂 听完觉得这个孩子挺特别的 就把我留下来了 那个时候 在进入一个摄影棚拍戏 对你来说 这种最大的新鲜感是什么 而且我知道 谢静导演 向来他的工作作风 是比较严谨的 对 有那么一点精神负担 因为他是一个主角 我是毫无经验 所以有一点负担 谢静导演非常的严谨 他我们体验生活 就好几个月 体验生活的同时 他就会给我们 做很多的小品 其实就是等于 是我的表演学校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以后才会知道说 其实自己蛮喜欢的 1961年 陈冲出生于上海 一个高知家庭 祖父 外祖父 和父母亲 都是医学专家 由于家长忙于工作 无暇照顾 陈冲从小就养成了 独立自主的个性 生活自理能力极强 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忙 家里面陈冲在小学 他就担负去烧饭 做菜 哦 是吗 那种 那么他每天都是他做饭 回来他就告诉我的 哎妈 清楚了 有腾胆没腾胆 你挑小的吃哦 小的都是真的 你大的全是面粉 片片阿姑 所以哥哥挺听妹妹的话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会进上外 我从小就蛮喜欢一个 外国语言的 我很喜欢英语 因为当时在那么一个 闭塞的年代 能够接触到的东西太少了 国外对我们来说是 天方夜谭 没有任何接触 所以英语 让我好像觉得 打开了一双窗户 能够看到一个 完全未知的神秘的 它仍然是神秘的 但是好像 我觉得可以开一个窗 就能够开 从心里给你开一个窗 就对英语有一种向往 其实也就是对远方的向往 对神秘的 未知的 不可达到的一些事情的 一种向往 就开始学英语了 就是这样 其实你是出身于一个 医学世家 父母都是做医生的 而你外公编的这个书 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 也是我们的这个教材 对啊 你是学医的 对 你觉得自己的这种 家庭的环境 对个人的成长 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这就是耳辱木然 因为我的父母倒的确 不像很多典型的父母 对我那么的严格 他们不是那么严格的 没有太多的说教 但是我能够感受得到 他们是蛮喜欢 读自己专业的书的 他们是喜欢自己的专业的 不让他们做专业是痛苦的 这种薰陶 那么与此同时呢 也觉得演戏是好玩的 就是好玩 没有觉得这是一个 长期要做的事业 那个时候这个 《北影长期》 你做这个小花的这个主演 那时候其实已经在 上外读书了 对 自己当时不知道 其实我挺喜欢表演 就是到了外语学院以后呢 每天上课下课 也不是不喜欢 但是跟设置组那种 马戏团式的生活方式 相比的话 还是没有那么好玩 所以虽然说 哎呀要耽误学院了 真的是不应该啊什么 但是其实心里 其实是想去的 所以呢要通过各级领导 外院的老师也会非常 不高兴 非常 因为他那个年代的 高级高等学院 他宠上知识 他还仍然是觉得 你表演啊 去什么演电影啊什么 是不认真 不是在认真做人的 那么一件事情 所以各方面的阻扰特别大 但是也还是想要回 我每次都要回去考试的 还是要回外院考试的 所以你一边拍戏一边还是要复习功课 对 还是要复习功课的 爸妈妈还有外婆支持吗 他们仍然还是能够尊重我的 我的想法 而且父母自己在当年 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又可以重新追求自己的事业 他们其实也在特别努力地突破自己事业上的各种事情 所以对我能怎么样 他们好像也都挺放手的 没有太大的要求 开始的时候他姥姥啊 我还什么都不太希望他能做演员 因为当时我们不大懂 我们实实待在家里面也没有演员 我们不知道这个职业到底怎么样 但是他去了以后他就非常有兴趣 他就他以后就非常喜欢这一轮 有的时候看了也很心疼 他拍天与地啊 哎呦把他要化妆的老 那个电吹风拼命地吹啊 吹 我说我保护他皮肤还来不及人 吹着这个样子 但是陈宗他说这四个挑战 他说我习惯的 这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小花》这部电影 是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 就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来说 都是有一些反叛 有一些探索的这个意识 你隔了这么多年 你觉得怎么去看 当年自己拍的这部片子 因为那部片子当年 真的是这个众人皆知啊 从表演上来看的话非常幼稚 但是他就是本色的嘛 本色的就是这样一个 淳朴的女孩子 人家觉得挺可爱的 摄制组的气氛非常好 当时四人帮打倒以后 刚刚开始觉得是有那么多的希望 当时的年轻人充满了希望 所以呢就当时我们拍戏的时候呢 就说要不就拍黑白吧 因为彩色胶片 那个额度没有了 飞银场没有额度 不够胶片 没有胶片 然后就摄影师就到了裤里面去 找到了各种片头 就有一些一卷片吧 剩下那一点人家没有用的 各种片头 几个不同的牌子 有国产的 有国外的 应该说从色调上各方面那种 我当时我是一点都不懂 现在我可以回想它 是质量上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就这样七拼八凑的 就把一部电影拍出来 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我 我其实挺贪玩的 我们有整个一个 好像北影的一个学员班 跟着我们 有很多可以玩的 当时刚刚开始挑交技舞 刚刚开始听邓丽君 刚刚开始就是思想上 有一种飞跃性的开阔 并不是那么用心在拍戏 就是但是我还是注意到了 哎呀他们在讨论说 哎呀我们试一下两极镜头 我们试一下逆光 就是想做一些非传统的东西 在当年对我来说 好像是听一个外国语言一样的 什么是逆光的镜头 然后你会注意 他们为什么说 想拍这个逆光镜 而说哎呀这个 我们要拍两极镜头 然后从大圈大圈 很远的长的镜头 然后哎呀跳到小花 跟那个唐国强的那个 特写兄妹好多年以后 见面了什么的 所以这个给我感觉说 哎呀有这样一群人 在那里想创新 其实这个戏很有意思 就是说不仅是 你因为这个戏得到大家的这个认可 同时刘小庆 唐国强 你们三个人等于是同时因为这部戏 报的一个大名 所以你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拍戏 你们三个人有些哪些细节 你是特别记忆有心的 他们基本不带我玩 我进组的时候呢是17岁 我是在组里过的18岁生日 那么那个时候的17岁很小 是 因为没有经历过任何事情 那个时候的17岁可能像今天的14岁 13岁 就跟你儿子差不多 就那个劲儿 所以基本上不怎么带我玩 然后唐国强呢 我挺想辟颠辟颠的跟着他后面 他跟的时候也想学英语 所以有时候还能跟他凑在一起 稍微讲一点英语 然后他就在练书法 我就在边上看着 或者他有的时候他喜欢照相 有的时候实在没东西照了 说你来我给你照两张相 就基本上就这样 不怎么 没有怎么太带我玩 虽然说现在大家都是同一辈 但是在当年的时候就经历太 我的经历太少了 在你没有去美国之前 你对那个世界的这个想象是什么 茂莽的 Love me tender 听完了以后就要去了 就要去了 就必须去了 到了那儿你觉得巨大的落差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最大的是孤独 那个时候还有记录音带的 记录音带记载机器 因为电话打不敢打 太贵 电影《小花》的巨大成功 令陈冲声名雀起 当时他还不满20岁 在他面前一条星光大道 似乎已然铺开 然而1981年 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放下已拥有的一切 远赴美国留学 彼时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 人们对外面的一切所致甚少 而走出国门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更是难以想象 在你没有去美国之前 你对那个世界的这个想象是什么 没有什么太多想象 我看过一个混沌蓝桥 那个还是英国的 然后看过这两部片子 一部就是两部都是跟谢敬导演 青春的时候参考片 还有一部叫朱莉亚 是一部70年代的电影 美国70年代的电影 就这点印象 没有任何其他印象 然后就是美帝国主义 有一点呢 是我母亲当时 刚刚一开放的时候 就派到美国去留学了 去交流吧 不能算留学 所以那个时候 我在外院的时候 我们练口语的时候呢 每个星期每个人要上来 稍稍讲那么一小段 我总是有一些新鲜的内容 因为他会记信里面 他会给我 或者抄一些东西 或者有时候冒险 撕一张杂志的东西下来 我就记得他就 那时候他去美国以后 就猫王死了 那么他就给我寄了 时代杂志登的 就是猫王在那个中央公园 纽约中央公园 自发性的大的追导 为什么会有这样几十万的人 要这样自发的去怀念他 调念他 好想听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带了一盘磁带给我 猫王的 猫王的 哎呀 那个歌 Love Me Tender 听完了以后就要去了 就要去了 就必须去了 这个你还记得就是说 你到的第一个城市 是什么城市 下了飞机 到了纽约 看到的一个 因为今天人可能到纽约 就不是觉得那么新鲜 跟上海差不多 但是那个年代 你跑到纽约 那肯定是有个文化修课 那一定是个文化修课 所以你当第一次到了纽约之后 你看到这个景象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这种震惊是很大的 因为毕竟真的是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没见过 那么下了飞机以后 昏昏沉沉的 从来没坐过那么长的飞机 等到过了四五个小时以后 真的开始有点紧张了 怎么那么远 那时候贷了多少钱 好像一共有 不是没带钱 到了那边 我母亲还在那边 她给了我两百块钱 他们那时候 好像一个月是四百块钱生活费 就是给了我两百块钱 主要倒不是说钱不够 主要是没这个概念 没有钱金钱的概念 一点概念都没有 所以金钱这肯定是一个 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因为我们虽然没有过钱 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贫穷 因为是那个年代你知道的 大家是一样的 所以而且其实觉得蛮富足的 因为家里还是比其他的家 好像吃得稍微还好一点 从来没有一种贫穷感 所以到了那边 觉得钱要需要钱了 这个东西太困惑了 太困惑了 还有就是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你好像变成了婴儿 没有任何打算 所以非常彷徨 到了那边以后 从所有东西的味道 到所有人讲的话 我们那个学校 有一个广东的学生 跟我 就这两个中国人 到了那儿 你觉得巨大的落差是什么 因为你在这里是 众星拱月的这么一个明星 得了这么多的这个荣誉 到那儿 可能就是个no body 没有人认识你 那个时候怎么去调适 自己的这种心理的变化 这种落差 我还真没有 但是深深的孤独 深深的孤独 有时觉得这个东西好 就觉得 哎呀 那北讯背面 来给他就好了 北讯背个人 也都 那么可以多多少话 如果说什么 家里的人 要看见这个有多好 有好些自己新的见地 新的见解 发现了全新的 不可思议的东西 没人可诉说 所以知道那时候 极大的孤独 对 所以那时候 甚至听说 就像陈丹青这样 他在纽约读书 因为寂寞 因为孤独 没有办法 他就拿一个卡式的录音机 对着这录音机去说话 因为没有人跟你交流 很多 对很多 那个时候还有记录音带的 记录音带起来几句 没有电话打不敢打 太贵 所以那个就是 哎呀 这个这种孤独 是从来没有长受过的 我小的时候是 刚刚开始当电影明星了 好多人围观的时候 那个时候 哎呀 在那里抒发自己的情感 我记得写了一篇短篇 说呀 这种就是 哎呀 热闹的众人之下的一种孤独 人家不理解 你怎么说 哎呀 到了那边才知道 哎呀 那叫什么孤独 那个独是孤独 这个才叫孤独 我觉得最大最大的是孤独 对于突然间成了一个 没有人家来重心捧月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从大心眼里高兴 嗯 你能够什么自己上大街乱灌啊 什么这个这个对我来说呀 挺挺高 挺开心的 那时候到了美国是读什么专业呢 选了 当时呢就想父母那么希望我学医 我要不就试试 什么第一年就去选了那个 就是biology那个生物 生物 学了生物 哎呀 不喜欢 然后等到第二年的时候 正好加州有一个大学 开了一个华人电影节 居然弄了一部 一共四部电影 里面就有小娃哥海外吃的 那读完了那一学期就去了 去了以后加州的阳光啊 然后那边有好多中国人 又给我吃了中国菜 带我去了迪斯尼 带我去了那个那个环球的 Universal 我觉得这里好 马上就答应转学 就转到了加州 改革开放之初 陈冲成为最早走出国门的那批人之一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为他是学英语出身 而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 归根结底 还是出于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和向往 恰如他的名字 憧憬十足 赶闯赶拼 在异国他乡的日子 他靠着奖学金和餐厅打工的收入 养活自己 完成学业 基本上所有的自费留学生都得做工 因为要交学费 生活费 还有房费 你这个房间 我这个房间很便宜 才200块钱一个月 那为什么那么便宜呢 因为这个房东老太太吧 她孤身一个人 她愿意学生住进来就有个伴 像这样的 她挺多的 在美国 留学期间 陈冲也意识到电影终究还是自己的最爱 开始积极寻求上进的机会 后来经过了多少时间 能够在美国依然可以进入到原来自己所喜欢的领域去拍戏 其实前几年都没想 前几年就在餐馆打工 挣钱 然后就努力地在读书 那时候想学的是制片方面的 就是摄影机背后的那一块工作 那么同学里面有一个 他就跟我讲 他就跟我讲他 是在好莱坞做那个特型特技替身的 就是他骑摩托车骑得非常好 骑马骑得非常好 做替身帮人家骑马 开枪什么 开车 后来我说 其实我也拍过电影 他说你瞎说 你真的拍过电影 我说我真的拍过电影 我说我得过最佳女主角 他说你笑死了 他说你开玩笑 我说真的 他说有这样的事 那你他说要去试试 那你应该去试试 我说不知道怎么试 他说你找一个代理 我也不知道怎么找代理 问了半天 不知道怎么问了当时 找着了一个就去了 去了以后 反正人家看着我也觉得我在编 不信 没有人看过 说反正长得还可以 说你就去 我给你个名字 找个摄影师拍个头像 送过去以后 再给我打个电话 他说好 他说现在你可以去这个地方 给一个地址给我 说什么炸鸡的一个广告 说要找一张新面孔 我就去了 坐公共汽车坐两小时 到了那以后呢 自己本来还觉得还行 打扮过了 一到那呀 美女成云 都是去新鲜面孔 去那里尝试的 我说这种情况下 人家只要一个人 然后皮还要很厚 还要这样跑进去 跟人家讲 要不要我 实在做不出来这件事情 实在没有勇气 去做这件事情 做不出来 就坐公共汽车又走了 回去了 就没去 就没去 然后那个人就给我打一个电话 说你太不认真了吧 说我花了功夫 我就讲好了 把你照片递进去了 人家照片先过滤了一遍的 你看了你怎么就没到呢 你怎么可以就不付呢 就不去呢 我说这太难了 他说你这样就算了 那我们就算了 我说不不不 我下次一定去 一定去 然后下次又打了一个电话 就去了 演了台湾小姐 台湾小姐没台词 舞台上走一走 在演了一个 就唐人街的一个茶馆里女的 然后就有一句台词 居然就说去了 人看了你一眼 把你也肯定了 那角色给你了 我觉得这个还有一点意思 而且挣那个钱 去那工作一天可以挣我 工作一个礼拜的钱都不值 在餐馆里 就稍微受到了一点鼓舞 觉得还有点好玩 而且有点挑战 对 有点挑战 因为在挑战自己 所以就这样开始了 就演了这两个小角色以后呢 就可以加入演员工会了 Bitro其是在一个 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 能够找到你 就是我在那之前演过一些 电视剧的那个 比方说那一集 他需要一个guest star 这样 就去客串过 演过一些 那后来呢 终于我的代理跟我说 哎呀 有一个华裔的女主角 就让我去试 我那时候22岁 其实现在看起来 就跟今天的十七八岁差不多 圆圆的脸 还有婴儿肥 她呢要的是一个播音员 其实是一个 一看就是很高雅 很娴熟的这样一个女人 就完全不是我 而且我的打扮 我的衣服 什么都是不对的 但是我自己想这个机会 一定要去争取 就去 去了以后呢 有一个叫 有一个叫 Joanna Merlin的一个 就是找演员的辅导 他当时看见我 他就欣赏我 明知不对 他说 但是这个人身上 有一种东西 还是让他回来吧 再试一次 就一次一次的试 最后呢 还跟男主角试镜了 最后呢 终于他必须要开拍了 他就必须放我走了 就拉着我玩 你知道吗 但是呢 这也是他的一种欣赏 他就是不舍得 就这个人 他再也不给他打电话了 你知道吗 他就 哎呀 从从来没有过 其实是我此生 唯一的一次 被人家拒绝的时候 他真的送给我 那么大的 巨大的话 送到我家里来 说实在太歉意了 太歉意了 对他心里边 真的是喜欢你 真的是喜欢我 然后呢 哎呀 我哭的呀 我花了我所有的钱 请了人来教我 那个播音员的腔调 你知道吗 这个 这个 教语音的老是很贵的 我 每一分钱都花出去了 我所有的精力 心血 全都给出去了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就得到一点花 然后我就在想呀 这个事情不可以做的 不高谱 不太不好做了 我说这个事情伤心的 这个事情伤到了你 太严重的伤害了 努力跟结果是完全不成正比的 我说这个事情要严肃考虑了 我不做了 这一行就不做了 过了一短短的时间 Joanna Merlin那个演员副导演 给我来电话了 说你时候到了 我要介绍你认识一个人 他就把我介绍给贝多鲁奇了 那么就是贝多鲁奇呢 当时也是洒开网的在找 洒开网的在找 全国 全世界各地的在找 中国也在找 美国也在找 欧洲也在找 要找她这个婉容 但是呢 因为Joanna Merlin 她给了我优势 她基本上 她就跟贝多鲁奇说 她说 你别找了 不用找了 就在这儿 让我感觉到怎么说呢 迂回的来说呢 就是说你花出的努力 最终还是可以 有那么一点结果 只不过不是你想象的结果 现在很难想象 当年拍这样一部戏 真的是在故宫里头拍 现在想起来 那个拍摄的这个经历 有哪些你特别特别难忘的 其实就是我在那里的每一天 我觉得都很难忘的 从贝多鲁奇 一直到他手下的 所有的主创 真的是全球来讲了 大师级的一个聚会 给了他们这么好的条件 让他们去创作 所以这台戏本身就很好看 我刚刚到去现场的时候 他就正好在拍 小皇帝的母亲 把小皇帝送过去以后 要告别 要离开 然后你就会看见一个剪影 他的那个满足人的一个 特别夸张的这样一个剪影 穿着这样的鞋 一个细长的影子 那种悲伤 不是因为我看见他的脸 我只看见了一个气氛 我就能体会到 这是我到现场的第一天 我说我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现场 然后所有的从绸子到衣服的设计 到鞋子 道具 全都是没有半点马虎的 都是真的 包括布公是真的 就人沉浸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 你会不由自主的 就好像高了一寸 提起来 因为你不敢不提 你知道不敢这样 你老觉得你得那么呆着 他整个状态放在那 我觉得当时来表演这样一个人物 塑造这样一个人物 对你当时来说 还是比较容易掌握 还是说需要经历一段时间 才能慢慢抓住 宛容的这种灵魂的东西 我想是整个气氛 就刚才我给你形容的那种气氛 加上导演 我觉得一个好的导演 调教演员 有一种爱 有一种鼓励 有一种挑战 他给你解释的时候 他用的经常是一种动词 给你的有一种 让你去试的是行为 因为为什么呢 你跟人家去解释一个情感 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你能懂的就是懂的 你不懂的解释 也不怎么能懂你 比方说在那里吃那颗兰花的时候 对 因为剧本上面呢 是没有写到他要吃兰花的 剧本上他拔起这个兰花 那后来开始扯这个叶子 他当时也是同期录音的 但是他看到这个的时候 他就说你塞到嘴里去 一塞到嘴里开始吃的时候 我就觉得一股心酸涌上来 他的那种已经有一点失常的头脑 跟他的所有的委屈 和他的傲气 很准确地表达出来 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提示 给你的是 更多的是尝试 用动词 是不是也期待将来能够回来 多拍一些关于这个城市的片子 原来就是刚看完《繁花》的时候 也不知道王家卫导演已经买了版权 我还在说 那这里面我可以拍五六部电影呢 你两个女儿现在有没有兴趣 来继承妈妈的这个职业 看你去 仇敌 妈妈是仇敌 妈妈说一 我必须做二 妈妈说是 我必须说不 凭借这部作品 陈冲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声誉 也真正在好莱坞站稳了脚跟 那个戏获得巨大的成功 获得了很多奖 后来也是参加老斯卡的颁奖典礼 走上这个舞台 但是颁奖嘉宾 可能过去来讲这个舞台这样的一个盛典 离中国的电影人是特别的遥远 所以当你站在这个舞台上走进这样一个氛围 是不是觉得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我很开心因为这样的地方没想到会来 觉得得到了某一种承认 觉得自己参与的一部电影是在自己祖国拍的一部电影 讲到的是自己祖国的历史 他能够被那么多其他人所喜爱 所认同 重视 赞扬 觉得这个高兴 我想这个戏的成功实际上为你个人的这个事业打开了一扇这个大门 所以这个之后你的很多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演艺道路就非常顺 但是呢 我也注意到在那个差不多十多年前 居然在好莱坞能够从演员变成一个导演拍一部 也是这个投资不算很小的这个纽约的这个秋天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让你得到这样的一种重任 可以从一个演员变成一个导演 也不是个计划 也不是说哎呀对了年纪有点大了 要要开始往那方面考虑吧 没有 只是觉得哎呀这么这么好一个故事我要讲出来 也就是特别想讲就是这样就去拍了 纽约的秋天呢正好就是在那个秋天必须拍 他们就是Winona Ryder正好是那个时候有空有打齐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不拍呢那么就要错过了就没了 你后来也去拍这个姜文的电影啊 比如你们俩都是从演员这个出发做成导演 因为是演员出身你知道怎么去调教演员 是不是这个对你来说有一些优势 表演方面肯定是有一些优势 表演方面肯定有 我不知道我跟姜文是两个人完全不一样的人 也不能真的比他是天才来的 他特别能调教演员 那么在表演上呢我至少不会犯某一种错误 就是在调教演员上我不会犯某一种错误 就是因为我自己尝试到过一些多讲了反而要坏事的情况 你知道有时候你会觉得烦 你不要讲你不要打断我 所以呢至少我会知道在我会观察我的演员 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需要说一点什么 在什么情况下我需要给他一些空间 给他一些时间 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提醒一下就可以了 你最近刚完成了这个English 为什么对这个在新疆的这个知青这样一个题材那么有兴趣 希望把它能够搬上阴幕 王刚这篇小说写的也是他自己特别熟悉的他自己的成长的年代 那么70年代成长的年代对我来说好像有一种情节 我对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一种情节 里面讲到的对英语的一种憧憬 也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 就是通过英语这样一个觉得这样一个遥不可及的这样一个东西 居然现在放到我的教室里来了 他为我带来的一大串的就是思考 有一种对美的一种顿悟 所有的这种感受我自己经历过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家庭 也是我很熟悉的 虽然他电影当中的家庭跟我自己的家庭是不一样的 但是那个年代的所有的厨房里的细节 房间里的细节 教室里的细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很清楚 你过去拍过一些这个上海题材的片子 红玫瑰 白玫瑰 茉莉花开 当然这些是这个民国女性 作为一个上海出去的女性 是不是也期待将来能够回来 多拍一些关于这个城市的片子 我看你跟金语成聊得很好 对 我很想 原来就是刚看完《范花》的时候 也不知道那个王家卫导演已经买了版权 我还在说 那这里面我可以拍五六部电影呢 挺想的 挺想拍一些上海的电影 所以你接下来有些什么样的具体的计划没有 还是说你是一个随意而安的 遇到好的体材我就会扎下去 我就是完全随意而安的一个人 我从来不计划 没有任何计划 就计划就是计划说 今天要来做那个曹可帆采访了 这个计划定下来了就来了 基本上这就是我计划的头来 这个就是近视目标 没有远视目标 就是安排一个事情去做了 但是真正的目标 我全部是靠自己心灵的推动 也可能是错误的 但是这一辈子是这样过来的 也学不会其他的方法 四十年光阴疏忽而过 曾经那朵含苞带放的小花 如今已过了知天命之年 近年来专注于幕后工作的陈冲 偶尔还是会出现在荧幕或者银屏上 客串一些妈妈辈的角色 而生活中的她 也早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一双女儿继承了她的美貌 出落得亭亭欲力 你两个女儿现在有没有兴趣 来继承妈妈的这个职业 大女儿喜欢写 她可能可以以后可以写剧本 她不喜欢演戏 小女儿的话有点喜欢演戏 她跟我演过一些 有过一些经历 我钦佩的就是说她完全不触 很自然 特别自然 如果说哪个地方激情不够的话 她至少她没有的时候 她不给你 特别自然这样一个 但是不是真的会干这一行 我不知道了 美女倒真的是美女 比我漂亮 比我漂亮 很漂亮 两个女儿都很漂亮 比我漂亮 所以在她们的眼里 她怎么看你这个妈妈 就小的时候 她不觉得是有什么电影 不电影的就是妈妈 妈妈就帮她开车 妈妈帮她上饭 妈妈帮她有什么忧愁 有什么问题解决一下 现在她就基本上就是仇敌 叛逆期是吧 叛逆期 仇敌 妈妈是仇敌 妈妈说一 我必须做二 妈妈说是 我必须说不 就是这样一个阶段 你对她们管理严格吗 我对我的孩子呢 就是说是有一点溺爱 现在想严格 已经有点太晚了 有一点溺爱 有点宠坏掉了 现在一看呀 趋势有点不对 叛逆成这个样子 有点后悔 但已经来不及了 我发现你近一段时间 也会来拍电影 也拍电视剧 比如《如意传》 这样的电视剧 因为你过去电影拍得多嘛 所以去拍电视剧 是一种什么样的 不同的感受吗 其实没找着特别 想拍的电视剧 有的时候呢 就是时间上正好合适 也正好回来看一下父母 就接一个客串了 对 有的时候呢 人家来比方说 想让我演一个长的角色 大一点的角色 我实在是不可能 在恒电待半年 所以我就说 你要有什么客串呢 我可以来帮忙演 演三四天 可以 其实呢 就是说 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 有的时候是为了挣钱 有的时候是为了 熟悉一下手脚吧 就是因为如果说你 干这一行的 你长期不干的话 你也会生锈 那不管怎么说 就去现场熟练一下 说演这样一个角色 今天这样一个镜头 这样一场戏 我以什么样的方法 能把它演得比较难忘一点 也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课题 这样做一做 我所以才说嘛 我朋友们问起我 又导演去了 导演的确蛮辛苦的 我就说 我就表演上 沦落得太厉害了 不得不去导演去了 我们也期待你这部 这个英律师 能够很快跟大家见面 谢谢陈忠 谢谢 谢谢